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已有研究表明,医生员和医生菌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代谢途径而带来健康过益 包括降低代谢疾病、心血管病、胃肠道癌症和早死风险 近期还有研究提示,特定的肠道微生物与肺部炎症相关 提示膳食纤维和酸奶对肺部疾病有潜在的新作用 此外,多项对列研究显示膳食纤维还可以强化肺功能 降低慢阻肺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 最近有研究发现,膳食纤维和酸奶对于肺癌一发人群也有明显的益处 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而通过简单的饮食调整,就可以大幅降低肺癌风险 不可谓不是一个好消息 既然膳食纤维对我们肺有这么好的益处 那我们就需要好好认识一下什么是膳食纤维 所以今天,小关来为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有兴趣的关友们可以点点订阅和小铃铛关注起来哦 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 首先,膳食纤维是一种多糖 它既不能被胃肠道消化吸收,也不能产生能量 因此,在早期,膳食纤维被认为是一种没有营养的物质,可有可无 但是,随着营养学和相关科学的深入发展 人们逐渐发现了膳食纤维具有相当重要的生理作用 并且已经被营养学界认定为第七类营养素 其营养价值与其他六类营养素 即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雨水病例 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膳食纤维包含两种 一种是不可容性膳食纤维 另一种是可容性膳食纤维 不可容性膳食纤维 是指既不能溶解雨水,又不能被大肠中微生物较解的一类纤维 被人体吸收后,能减少排泄物在肠道的停留时间 增加粪便的体积,从而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 日常生活中不可容性膳食纤维的主要来源有 全麦骨类食品、全麦面包、种子、坚果、水果和蔬菜等 而可容性膳食纤维是指既可溶于水,又可吸水膨胀 并能被大肠中微生物较解的一类纤维 其作用除了能刺激肠道蠕动,以利于粪便排除之外 还可预防灌心病、直肠癌、痔疮及下肢静脉曲张 胆结石、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 日常生活中可容性膳食纤维的主要来源有果胶、藻胶、豆胶以及魔芋 葡萄等 膳食纤维和酸奶为什么能降低肺癌风险 最近,权威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 发表了一篇关于膳食纤维和酸奶能够降低肺癌风险的临床研究 这是一项覆盖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临床汇催研究 包含了史项前瞻性对立研究 一共涉及1445850名癌症患者 例如肺癌、包括腺癌、磷状细胞癌和小细胞癌、食管癌、胃癌等 其中肺癌患者有18822例 这项研究主要通过比例风险回归分析评估每个对列 并包括随机效应、汇催分析 汇总了每个对列中与膳食纤维和酸奶摄入量相关的肺癌风险的危险比和95%致性区间 从2017年11月至2019年2月期间 研究者记录了18822例肺癌患者的不良事件 例如患肺癌的风险、临床死亡率等 研究结果显示 膳食纤维和酸奶的摄入与肺癌风险乘复相关 风险比为0.83 而这一风险比越接近1 表明风险越高 风险比指的是膳食纤维和酸奶的摄入与肺癌发病的关联性强度 换句话说 膳食纤维和酸奶的摄入越低 换肺癌的风险越高 在不吸烟的人群中 膳食纤维或酸奶与肺癌的关联非常明显 不仅服用膳食纤维和酸奶的人群患肺癌的风险 比不服用膳食纤维和酸奶的人群低 而膳食纤维和酸奶摄入量高的患者 比酸奶和膳食纤维摄入量低的患者得肺癌的风险低了30%以上 研究人员表示 膳食纤维和酸奶对健康的益处可能源于它们的益生源和益生菌特性 二者可以独立或协同调节肠道菌群 膳食纤维虽然不能被人类消化 但是可以被肠道菌群发酵 产生短链脂肪酸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短链脂肪酸对宿主免疫和新陈代谢的有益作用 不仅限于肠道 而是可以到达包括肺在内的多个器官 动物研究也表明 纤维饮食可以通过改变肠道 和肺微生物群的组成来重塑肺部的免疫环境 酸奶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通常含有特定菌株的益生菌 也可以增强肠道微生物群落 此外 作为一种免疫调节剂 益生菌会借导细胞因子的分泌 以及免疫细胞的增值和分化 体内和体外研究表明 某些益生菌菌株可抑制肺转移 增强自然杀伤细胞活性 并具有抗肿瘤和抗炎活性 在本研究中 在磷状细胞癌 以及足炎性疾病患者中 肺癌风险与膳式纤维和酸奶 摄入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明显 这表明膳式纤维和酸奶 可能通过抗炎机制 对肺癌发生有有益作用 而且 先前的研究表明 高纤维饮食和酸奶的摄入 与促炎细胞因子和炎症反应 呈反相关 此外 不同人群服用膳式纤维 或酸奶的肺癌风险也不一样 年轻人多吃膳式纤维 和酸奶的获益似乎更大 例如 57岁以下的人群 服用膳式纤维和酸奶后的肺癌风险 比57岁以上的人群低14% 经常喝酒的人群 服用膳式纤维和酸奶后的肺癌风险比 不喝酒也不摄入酸奶 膳式纤维的人群低1% 经常吸烟的人群 服用膳式纤维和酸奶后的肺癌风险 比不吸烟的人群低5% 也就是说 越是喜欢喝酒和吸烟的人 越需要充分摄入膳式纤维和酸奶 至于二者背后的原理 其实也不难理解 酸奶中的益生菌 可以维持肠道稳态 并发挥潜在的抗癌作用 而某些膳式纤维 虽然不能被人体吸收 却可以成为益生菌的养料 肠道是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 其中生活的大量微生物群 可以通过调节炎症 诱导DNA损伤和产生代谢产物 参与肿瘤的发生或抑制 改变癌症的易感性和进程 一些研究还发现 肠道内菌群状态 可能影响肿瘤患者 接受放化疗 及免疫治疗的效果 总而言之 该研究结果提示 增加益生源和益生菌摄入 对肺癌预防具有潜在作用 既然膳式纤维和酸奶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吃 分开吃还是一起吃呢 研究结果发现 膳式纤维和酸奶 一起吃的效果更好 那么有些患者 进食困难怎么办 一些肿瘤患者可能会疑惑 酸奶还好说 毕竟是液态或半固态 但要摄入充分的膳式纤维 就需要进食大量的水果 蔬菜 燕麦等食物 很多患者都因为疾病或治疗 存在味觉改变 饭量渐退 厌食的症状 甚至很多患者 由于手术或肿瘤压迫 不得不通过胃管进食 对于这样的患者 如何保证膳食纤维的摄取呢 对于这类患者 一是可以尝试改变食物的形态 将固体食物打碎 为食物云浆饮用 减少咀嚼 吞咽中的进食困难 二是可以考虑 选择添加膳食纤维的全营养液 如锐能锐带 无法自主进食的患者 可以通过胃管 将食物云浆或营养液 用大号注射器 直接打入胃中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观众们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们的想法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